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差太多了吧 以现在的标准来说 刘文正就是一代男神了耶 而他的徒弟方文林立刻在脸书澄清 这不是刘文正啦 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这是大家印象中的刘文正 高挺鼻子 还有一双会放电的大眼 此情无尽一颗小处 1980年代弹出歌坛后 定居美国 如今传出刘文正变成这个样子 戴着眼镜秃头身材微胖 拿着手机用灿烂的微笑自拍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被疯传 是刘文正近期的照片 还被拿来和早期帅气的照片做对比 让方文林看不下去 连书说到底哪一丁点像 他和刘文正的共同好友透露 刘文正现在还是保持得很好 还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会把自己无论是健康或是外在 维持得很好 最后证实这名男子是计程车队的问奖 不过大家会这样猜测 不是没有原因 真的为刘文正大哥教驱 怎么可能刘文正跟白云 会画上一样的等号 之前就曾经传出刘文正变胖 还秃头长得很像白云 让大家好幻灭 当时他的前经纪人夏玉顺 还否认说没有这回事 如今又被假以乱真 毕竟永远的白马王子 吸引后变得低调神秘 让大家好奇 一代巨星究竟变成什么模样 TV别新闻 我对人阳心最后报道 而人民关键字依旧有黄安 他搭了医疗专机从大陆 回到台湾住院开刀 就有民众说了 你爱骂台湾 又要享受台湾的资源 这是浪费健保 那很罕见的 连行政院长张善政都说了 他心里也觉得不太高兴 可是依法 只要他是国民 他有缴健保费 他就可以享受健保 医界有人说 干脆检讨一下几步标准 从我官方行政院的角度来讲 他是我们国民 所以来回台湾就医 应该一视同仁 从个人角度来讲 当然我心里面是不太高兴 罕见表述个人情绪 而行政院长张善政 不高兴的是艺人黄安 他心里也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到了 真意言行全看在眼里 黄安明明拿台湾护照 却多次无故举报 台湾艺人台独热民怨 6号他在大陆心肌梗塞 10号花了百万元 搭专机抵台就医 微博泼上照片写着 I will be back引来朝野共愤 具于人道立场任何一个病人 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我们都需要照顾 可是对于黄安之前的这个行为 当然造成整个社会观感不好 救他该救他 这是人道的部分 骂他该骂他 这很清楚 这是社会才有一定的是非对错标准 愤怒之外只指是法规有问题 依法海外人士只要健保费 交满6个月 就是健保的合格给付对象 让每个月只缴749元 健保费的黄安 这次手术预计花健保 80万全民买单 作为行政院长 其实没有任何的立场说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因为体制就是他 他就可以决定体制 不管是要修法 或者是用行政命令 来做一定的规范 新科院长难得一句心里话 是否修法调整健保给付对象 成为当前最热话题 TVB新闻附建厂陆冠飞 台北报道 台湾民众如果去日本玩 几乎都会买药回来 那最爱买的前三种呢 是EX Plus 还有大正常胃药 都是吃的 但是成分 每个国家规定是不一样的 例如止痛药 它里面有一种异部落分 会刺激胃酸分泌 那另外像是Lulu里面 会有二氢可带因 其实容易上瘾 这部分台湾并没有何可 我知道啊 感冒药干嘛偷药啊 一看到药就知道用途 去日本不少人会带药品回来 但大家知道里头的成分吗 像止痛药EVE 感冒药黄金A维利跟Lulu 其实都含有处方药成分 专家建议不应该乱买 黄金A维利跟Lulu 都有止咳药二氢可带因 而可带因类属于鸦片类药物 容易成瘾 高剂量的定剂在台湾 就属于管制药品 EVE里头的异部落分 容易引发肠胃道不适 甚至有胃溃疡风险 台湾药局也有卖 但药师会特别提醒 应该避免空腹吃 或搭配胃药服用 不会空腹吃 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能空腹吃 台湾民众习惯吃完饭 再吃药并不担心 但药师提醒 本身有胃溃疡 要小心病情变严重 或爱自己买成药吃的人 也要注意重复用药 因为剂量过高 它会让它有依赖性 就变成它觉得说 它吃了下去之后 它的精神各方面都好很多 一不吃就觉得 全身比较懒散的感觉 那之后就会慢慢 怕它会有成瘾性 其实日本热门药也有台湾版 在药局属于指示药 不用医生处方也能买 台湾版的Lulu 跟黄金A为例 没有二氢可带因 改用其他有止咳效果的 替代成分 食药署也呼吁 出国完别把药当涂产买 该吃什么药 还是应该有医生 或药师建议比较妥当 TVBS新闻学长张允熙 台北报道 这是为什么有些台湾人 坚持去日本买 总觉得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一些台湾家长 愿意花上万块钱 买日本书包 这一个平均单价 三到五万日币 就是一万多台币了 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贵呢 有些告诉你会保护脊椎 有些是人工佛制 有保存期限 有是富帮你收 有些怕太重 有人工特殊的人工皮 那现在甚至出现的是 超跑汽车一样的 碳纤维材质哦 更贵 一个要四万多台币 这款日本小学生书包 号称材质跟打造 Lexus限量超跑一样 小学生书包材质 跟超跑采用的碳纤维一样 高端科技产品 重量只有钢的四分之一 加上高级皮革 能防水 耐刮又轻巧 重量只有1150克 要价约台币四万三千元 多花三千块 还能客制化 绣上你的姓名 走高价位路线 因为碳纤维书包 都是师傅一个个 亲自手工打造 强调手作指导 强调手作指导 可收纳A4大小文件 并附有一个可以替换的 铅笔盒和小袋子 除了黑色 还有绿 棕 深蓝 粉红 等五个颜色可以挑选 小学生书包材质 海外的人気 这种奢侈的发型 是在日本参加的 外国人对日本书包有多狂热 走一趟法国 日本小学生书包 不只能装课本 像是这位太太 把买来的蔬菜 统统塞进书包里 书包变菜蓝 无为何感 另一名男性在街头取景 则把书包变成相机包 书包什么都装 什么都不奇怪 造型也更多变 书包侧边多了流苏装饰 原本后杯也能变鞋杯 扩大使用族群 这回再推汽车碳纤维书包 要用科技感收买书包迷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两天的作家刘克香 因为po文说台中没有早餐文化 市长林佳龙蛮气的 他今天在脸书回集了 而且po出了这一张 手绘的早餐地图 他说用美味来化解误会 我们看到这里面 真的写得蛮清楚的 每一家店有什么样的特色 写得密密麻麻有没有 而且连老板的风格都写出来了 大家都想按图索记 早餐地图上大力推荐的大汤包 民众排队点餐 狗屁汤包一天卖出超过50笼 一笼有5颗到底有多好吃 皮有一定的厚度 然后馅料是饱满的 我点两颗 我觉得这样就吃得饱了 打破大家对小龙汤包的印象 一个拳头这么大 大口咬下 汤汁立刻滴答流下 之多为美吸引民众 闻香而来 有人专程规划行程 起了个大早品尝大size的汤包 另外一家早餐店在地图上被赞为 有全台中最好吃的韭菜盒子 它的料很多很实在 它这边韭菜盒都不够卖啊 不一定都有对 韭菜盒子对切成两块 里头的内馅多得快爆开 一个早上就能卖出400个 一个17块走平价路线 是许多台中人口袋清单中的人气早点 早餐地图上推荐的不止这样 阿根蛋饼肉蛋吐司小名汤包全都上榜 其中还有被称为省等级的滷肉饭菜桃柜 就在第二市场 三家早点的煎饼类也是招牌 绘制早餐地图的人好用心 原来他是台中市府的职员 为了证明台中人的早餐文化不平弱 早餐手绘地图神人陈先生 把自己的口袋名单公开不藏私 但合不合口味还是看个人 TVBI新闻吕正成李建盈台中报导 今天热搜关键字还有美国队长3 下个月要上映 那么这一集的看点呢 是他跟钢铁人闹内讧 那其他的漫威英雄得选边站了 还有蜘蛛人跟蚁人出现在预告里面 蜘蛛人是正式回归复仇者联盟 钢铁人同意签约超级英雄注册法案 接受政府管束 不过他的立场和美国队长大不同 停下来 最终的警告 我可以做这一天 美国队长和钢铁人闹内讧 曾经并肩共战的伙伴也得雪边站 和美国队长同一个阵线联盟的 由鹰野飞红女巫猎鹰 而黑寡妇幻士都是站在钢铁人这一边 就连海豹都缩得十分有对立的味道 代表美国队长的蓝色 对向钢铁人的红色 而外传会加入美国队长3的蜘蛛人和蚁人 究竟会站在哪一边 答案终于揭晓 练音和蚁人天衣无放的合作 显示他们是同一阵线 蜘蛛人也在预告片里粉末登场 依旧不改嘴炮的个性 蜘蛛人终于出现在漫威的电影里 短短的片段已经让影迷超兴奋 也见证美国队长3莆田盖蒂班的宣传起了功效 请别新闻我的人杨青 怎么报道 好不好来看 如果没有特权看医生很难吗 在大陆也是这样 最近两会就有一个话题 是一个政协委员 他自己也是一个卫生部门的官员 他说女儿带着小孩去看医生 等四个小时就是挂不到号 但当他到柜台告诉大家说 我的爸爸是官员 报上名号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可以挂好了 好 那这个问题凸显什么呢 他们在医院里面出现了很多挂号黄牛 已经进化到不是只有卖你号码而已 他们甚至可以用APP 然后让你直接的利用这些软体 来挂号付钱 以此有医师也跟他们勾结 东北女孩标骂挂号黄牛 点阅率三天冲破千万人 他标骂的字字句句也标进了两会上政协委员的心坎里 曾经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官自己的女儿带外孙去看病 等了四个小时挂不到号 最后报上大名 我爸是副部长才挂上号 我们十多个政协委员就坐在来 我们住在华北宾馆 在一起聚餐 我们这个十多个人中间有六个都是医学专家 医学专家大家都说 他们的医院中间都有他们的票贩子在吵他们的号 其中有一个医生 是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 他的票号 他说我们算了一下 他是吵得最高 他的票是八千块钱 八千块钱 他是一分钱拿不到的 他也不知道 吵得八千块钱 这个病人走了以后 不是感谢他 是满年的怒气 看病难 看病贵是老问题 早在2009年启动医改时就提过 当时大力整治医疗体系 总支出1.7兆人民币 到了去年更高达4.2兆 六年增加了两倍支出 看病难 看病贵 两大困境依旧没解决 老问题重新再上今年政协的会议桌 畅谈怎么解决 我在这提这么个建议 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三升三降 把挂号费相当程度的提高 就叫那些慢性病 用不着到北大医院来看病的病人 他就别来了 我们现在 这些提议都无法根绝眼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挂号黄牛大陆称号贩子的存在 医院大门外光是路过这座天桥 卖号码的比卖早餐的还要多 大陆记者清晨六点直击医院的挂号大厅 亲眼看到电子看板上开放登记不到一分钟 号码全秒杀 一般民众怎么问都没有号 倒是挂号黄牛不需要排队 直接从柜台的边缘把钱和纸条递进去 一切搞定 立刻转头跟病患收费 上三楼下五十两半直接看得起来 钱 更加的更加的 有些挂号黄牛已经进化到使用APP软体 帮病患加号 追寻挂号黄牛的指示 把手机交给整间护士 护士看完简讯果然就放行 比外头一堆苦等的民众优先看病 号贩子用APP的软体叫做一呼医生 直接按下我要加号就能从中牟利 这个是医生自己定的价格所以我们平台是没办法去 费用也是直接交给医生 医生的加入助长黄牛猖獗而高举改革大旗的两会 今年特别专案审查慈善法 明文规定从事慈善活动的非盈利组织 只要向县级政府申请即可 但必须登记满两年再向民政部提出资格审查 取得资格才能募款 看似良法美意但不是人人都能过关 过去立法管控非盈利组织 大会上检讨医疗体系缺失 民生项目的公平正义 大陆改革还有漫漫长路 TVBS新闻做个报道 在台湾喝酒可以找人代价 那等一下来看美国一座桥梁 有人专接代价生意 你们驾驶不敢开 怎么解决台北市内湖大塞车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了台北市政府其实提出蛮多方案 现在又有个构想说 那干脆就规划三条路线 让民众共乘进内湖 实际问问大家 大家都觉得跟陌生人挤进同一辆车 有点尴尬 接受度不一定高 那边就很塞啊 平日就汽车就塞在那里 上班尖峰时间碰上下雨天 北市内湖科技园区就是塞上加塞 北市府游易推 市区进内湖设三个共乘点 松山车站 捷运市府站 原山站进内湖可以共乘 现在公告征求业者规划路线 对没有共乘习惯的民众 新的政策恐怕还得花时间调试 共乘吗 会有点尴尬 没话讲吧 坐进程车就是一段休息的时间 不习惯吧 其实早有北科大教授黄世佳 和学生开发软体 民众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 出发时间 还有打算找几个人 就可以揪共乘审核包 假设台北市政府出发到内科 一个人搭计程车将近200元 如果私人共乘只要50块 标榜用大众运输的钱搭计程车 打开内湖交通瓶颈 北市府12日起禁止美式卖场 让顾客占用慢车到排队 劝不停的直接开单 不再摆三角追分流 就看内湖塞车恶名 有没有得解 TVBS 杨清波中 佩君台北报道 那不知道这一次到美国访问 柯文哲市长会不会有更多想法 他去参观了特斯拉电动车厂 然后体验了自动驾驶 不但称赞美国科技 进步飞快 而当时GoPro镜头 也记录他所有的反应 参观完特斯拉电动车厂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试驾了这一辆造价 美金13万元的电动车 到旧金山访问 每个行程照表操客的柯文哲 在电动车厂特斯拉总部大超时 要上车的赶快来 柯文哲电动车初体验 兴奋中带点紧张 倒是副市长林清荣 拿着手机拍个不停 三秒钟跑到一百多 一百多 自动驾驶技术 让柯文哲感到神奇 忍不住多次赞叹 美地的强大实在是 美地的强大实在是 太可怕了 美地的强大实在是 其实我在觉得 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 很难追 但是这个有没有训练到 说会看我们一段 还没到那程度 会 那实在是神奇 前几分钟 前几分钟我还在担心 看那个车子进来出去 它自动都会变速 所以那实在是 原本双手抱在胸前的柯文哲 也越来越放松 爱的他就update了他的program 因为这个主要是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他不会让身泡 实在是神奇 比照另一辆 由市议员高嘉瑜驾驶的电动车 从车库开出来 想催速度距离没算好 压上路边的路组 PVP新闻断宣家辉 美国圣科技报道 美国有一座桥 说驾驶开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开 会花25块钱美金 请别人来帮他开车 到底为什么这么恐怖呢 这个切萨皮克湾大桥 说长有6.9公里 会觉得一望无尽 如果在起雾的时候 会想到灾难片当中的场景 不管男女驾驶在这里 都会屁屁屁屁 这应该是全美最可怕的大桥了 高60公尺 绵延6.9公里 切萨皮克湾大桥 长得看不见尽头 两侧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若是遇上暴风雨 天色昏暗 视线不清 有民众形容 就像灾难电影一样 感觉随时会向下崩塌 不知所措 让不少人想过大桥 得先克服心理障碍 但却有人灵机一动 开始经营 代客开车过桥服务 我会在你那里 7时 你做这个多少次 今天是19次 25块美金和台币近800块钱 就会有专门司机 帮你开车过桥 还会随时陪你聊天 帮助放松情绪 我只是想他 在规律镜镜上 就连坐在副驾驶座 也还是紧张冒汗 但可别以为 只有女性坐立难安 那是那一位 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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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强风把大桥 吹得摇摇晃晃 最后整个向下折断 又或是九年前 密西西比河 大桥崩塌事件 是想太多也好 多虑也罢 想开过切萨皮克湾大桥 还是让不少美国民众 心里怕怕的 体育新闻 综合报道 而留在美国 我们在新墨西哥州 来看这个城镇 叫做罗斯威尔 那么因为呢 在四零年代 传出有幽浮 在这里坠毁 他们就相信说 这一定是外星人 所以呢 开了一些餐厅 甚至会写 欢迎外星人来 他们也有 这个幽浮博物馆 餐厅 路灯 也照着外星人的面具 但靠着这样 他们没有工厂 这也占了很多观光彩 想找外星人吗 来这里就对了 一整墙 一整家店 甚至整个镇上 到处都是锥子脸 绿身体的外星人图样 踏进美国 新墨西哥州的 罗斯威尔小镇 你马上就能发现 这里的频率 和别的地方 似乎不太一样 整间店卖的都和传说中的 外星生物相关 镇上还有一间 UFO博物馆 在这里有专门来朝圣的人 也有所谓的幽浮学家 这些对不明飞行物体着迷的人 将自己称为幽浮学家 还把和外星生物 接触的亲身经历 写成书 罗斯威尔小镇之所以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得回到将近七十年前 1947年 一旦写的UFO爆炸 那天还在讨论中 1947年 据传有人目击 一个巨大的叠撞不明飞行物体 坠毁在罗斯威尔小镇 从此这里就变成外星迷 UFO调查者的研究胜地 信者很信 但是也有一派科学至上的怀疑论者 迫不及待要破解这些外星说法 熟练地变着魔术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则是认为 一切都是科学可以解释的视觉幻象 就拿1947年UFO坠毁的事件而言 他还特地去查证当时所谓的外星碎片 原本说是撕不烂 敲不碎 不会皱的外星材料 后来发现只是杜上席薄的软塑胶片 像这样一切讲究科学查证的怀疑论者 在罗斯威尔小镇就有点格格不入 仿佛在看一场闹剧 但是这里也有人觉得信不信外星人都无所谓 这些人就是金钱至上的店家 有钱赚最重要不管你信不信外星人随便你 这个小镇上没有工厂没有工业 饭店餐厅摊饭全都靠卖个外星观光材过生活 也是这个小镇最稳固的要钱书 而人类已经赢不过人工智慧嘛 阿发狗连两场赢过了棋王李世时 被找到破绽逆转的棋王说 电脑下的棋步真的非常创新很完美 他输得心服口服 20年前呢 深蓝击败了西洋棋的棋王 但围棋更复杂 而这一回帮阿发狗下棋的棋手 是台湾师大资工博士黄世杰 他也是阿发狗重要的幕后推手 人脑电脑围棋大对决 人脑连输两场 南韩的世界围棋冠军李世时再次落败 今天的棋局比上一场还要紧凑 李世时和阿发狗都用光了两小时标准时间 之后每步棋必须在60秒内完成 李世时一度扳回劣势 但苦战之后还是认输 原本李世时信心满满能打败电脑 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阿发狗五局连两胜实力远超乎想象 仅抓住李世时一连串的小失误 专家说AlphaGo逆转能力强是最可怕的地方 早在1997年史上第一次人脑电脑大对决 IBM超级电脑深蓝 打败了西洋棋王卡斯帕洛夫 电脑的西洋棋功力大胜人类 事隔十多年现在要挑战中国传统的围棋比赛 围棋的复杂程度远胜西洋棋 要调教电脑下围棋可不是容易的事 电脑运算更加庞大 去年10月谷歌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城市AlphaGo 先挑战了三届欧洲围棋冠军返辉 alphaGo五局完胜击败返辉 和业余骑士的500场对战中也只有一场败机 胜率高达99.8% 现在AlphaGo继续挑战世界冠军理事时 势如破竹 AlphaGo在对异中展现了高度学习能力 即使落后也能追赶而上 而且人工智慧没有体力消耗精神压力 和外界环境干扰的影响 电脑打败人脑迟早是必然的事 人工智慧进展神速 用机器代劳取代人力早就不是问题 工厂里的自动化机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但能思考会学习的人工智慧不是一蹴可及 到目前为止 三岁小孩对人类语言的理解和学习能力 还远超过世上任何一部电脑 未来可救不一定了 可幻片里的先进机器人 可能在现实世界里成真 科学家从人脑下手 对脑部神经科学有了更进一步认识 进而作为电脑人工智慧的发展基础 学者甚至预估25年后就会出现 超越人类思维能力的机器 解释电脑比人脑还要高明 破解围棋的AlphaGo还只是第一步而已 TVB新闻综合报道 但如果人真的倒了 来看史上最萌的急救员出现了 那这个牡蠶用的 所 hören? 是非 proteins 積楠的 lusion 可以 了 注意 這不就是來自日本九州的熊本熊嗎 不只是觀光大學而已 他學了CPR及救口對口人工呼吸 這段影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也連結分享 推廣CPR的概念 我說可愛就有人愛 所以我們稍後來看 日本東京現在出現的這些特色咖啡館 有些真的像糖果無遺 好 帶你到東京 現在越來越多特色咖啡店 例如這種一進去像糖果無遺 在號稱可愛時尚發源地的日本東京 走進元素這家色彩繽紛的咖啡館 還是讓人忍不住大喊卡哇伊 以蛋糕為主題造型的旋轉木馬 彷彿用馬卡龍堆疊而成的牆面 空間設計就像是充滿童趣的糖果屋 而一道道賞心悅目的餐點 更是融合了彩虹元素 五顏六色的義大利麵條 一旁的醬汁也是色彩繽紛 外國遊客也到這裡嘗鮮 其實不錯 麵條看起來很瘋狂 很瘋狂 但它就像普通的麵條 就連薯條和冰淇淋盛代桌上看到的餐點 都是顛覆傳統 讓顧客來這裡展開一場味覺的大冒險 我喜歡吃芭蠟的 那是奇怪的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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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蘑菇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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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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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 蘑菇蘑菇 蘑菇蘑菇 推出各種瑞克雷起司彩色 為在大阪美田的餐廳 推出大份量享受 把厚切培根煎得香氣四溢 在毫不客氣的淋上 滿滿的瑞克雷起司 鐵板持續加熱 煎出濃濃起司香 還有一道人氣餐點 是黑毛和牛起司堡 同樣給你厚厚一層瑞克雷起司 一口咬下 讓肉汁與起司的香氣 在嘴裡演奏交響曲 而大阪北區的這間店 獨家開創瑞克雷起司新吃法 提供烤盤 融起司的工作交給客人處理 想吃硬吃軟隨你喜歡 感受自己動手做料理的趣味性 很棒 這個 在這裡 同樣在大阪北區 這家餐館著名的起司咖哩飯 尤其是上菜前這道手續 用瓦斯噴槍烤融起司 吃起來多一股迷人的焦香味 保證你是一口接一口 好吃 有機會到大阪或許可以追一下流行 品嘗一下人氣震旺的瑞克雷起司料理 提侶月西文座報導 而紐西蘭主要產物之一蜂蜜 一年30億美金的產值 現在有很大的危機 因為採蜜的工蜂 大量生病消失了 科學家在南太平洋小島 紐埃島建立一個搶救的基地 看著這些蜂巢蜜 養蜂人安迪科里先生的興奮 易於言表 科里先生是紐西蘭人 不過他的養蜂場不在紐西蘭 而是位於威林頓2800多公里外的 南太平洋島國紐埃上 科里先生光澤的純正有機蜂蜜 完全沒有農藥或是化學物污染 更沒有病虫害 每年我們有 紐埃島由紐西蘭 從紐西蘭的公司 從紐西蘭的公司 他告訴我們 這些是最清潔的 最清潔的公司 16年之後 科里先生從紐埃島 人民眼中的蜂子 變成了蜂蜜大王 在當地 有30處養蜂場 然而 在他的故鄉紐西蘭 許多蜂農近年來 卻是損失慘重 這幾座養蜂場同時出現蜂群瓦解失調 引起紐西蘭政府高度關切 媚蜂的波羅威科博士 在七年前 便從加拿大 移居到了紐西蘭養殖蜂蜜 它是發生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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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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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將這些工蜂放在冰箱幾分鐘冷凍昏迷 再按照年紀 以不同顏色的指甲油標示 古德溫先生表示 這些工蜂為何早熟 是因為寄生蟲感染 而最致命的寄生蟲便是蜜蜂蜂蜂蜂 這是受感染的蜜蜂 慘白暗淡 因為蜜蜂蜂蜂是吸血鬼 利爾丹教授將蜜蜂蜂蜂 比喻成蜜蜂界的黑死病 就像是一隻傳染艾滋病毒的注射針頭 蜜蜂蜂蜂蜂可以用化學藥劑消滅 但化學藥劑同時殘害野生蜜蜂 而且除了寄生蟲 蜜蜂還有另一個終極殺手 那就是工業化農業 在工業化農業的體系中 蜜蜂不只是生產蜂蜜 蜂農還會將蜂巢出租給各地的果農和農場 讓工蜂替農夫傳播花粉 工蜂體力透支 抵抗力變差 疾病變上身 柯里先生眼看故鄉的蜜蜂如此不幸 他十分心痛 而且蜜蜂關乎著全球糧食供應 以及價格的穩定 如果蜂蜂不存在 我認為一大半的食物 會不會在那裡 都不會在那裡 柯里先生於是掀起一個念頭 他想在紐埃道建立一個蜜蜂庇護所 然後出口這些不受病蟲害侵擾的工蜂 只是掀進去嗎 只是掀進去 很棒 為了實現夢想 他與紐西蘭蜜蜂廠商合作 生產一系列蜂蜜產品 叫做拯救蜜蜂 希望引起世人關注 我們在這裡做的是保障政策 在10年間 我們想看到蜂蜂 從紐埃道的蜂蜜 都會在西蘭島內 他們認為 紐埃道的蜂蜜 會是故鄉蜂農的救星 而在紐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然後看到這段網路上 人家開始傳閱的影片是 到底為什麼這一名溜冰少女 她竟然會含著一隻魚呢 這是真的嗎 所有人應該看了這段影片 會有這個疑問吧 怎麼可能溜冰場上造出一個大洞 然後自己下去之後 再出來嘴巴會咬著魚呢 這是H4小的握冰球 這是H4小的握冰球 很多人就開始質疑這段影片 是不是剪輯出來的 可是拍的過程又看似一鏡到底 因為已經有了無人車技術 所以未來的輪胎 就要變得更有智慧了 美國的輪胎大廠呢 他們在日內瓦車展 推出了以磁力漂浮球面概念 設計出來的成型輪胎 這種輪胎呢 它會隨著天氣調節 輪胎的硬度 然後360度的旋轉移動方向 那以後路邊停車也更加容易 顛覆你對傳統輪胎的印象 未來輪胎長這樣 以磁力漂浮球面的概念設計 能夠360度旋轉 由美國輪胎大廠故特意研發的 這款新型球狀輪胎 取名為EGO 360 今年3月在日內瓦車展亮相 立刻引起話題 EGO 360 TREAD是3D印 設計成為乾淨的狀態 設計成為乾淨的狀態 為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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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整輪胎的行駛空間與方向 不論是在交通繁忙的市區道路 還是停車場 他們能夠重新設計成為 更加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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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競技能是超跑的對手嗎 超跑對上無人機誰會勝出 從沙漠穿越城市視角瞬間一分為二 無人機攀越高樓超跑在地面飄移 七彩絢爛的霓虹燈環 猶如把整座杜敗 幻化成遊戲世界的競速賽道 速敗即將舉辦第一屆世界無人機競速大賽 3月初從世界各地匯集全球32強團隊 所有隊伍將在3月中 以時速97公里的速度一飛高下 競賽跑道設計豐富多元 靜態動態通通有 不只要挑戰玩家極限 同時還要測試無人機的操作技術 總獎金高達100萬美元 和台幣3300萬 冠軍隊伍還能獨享四分之一 逼近830萬台幣 獎落誰家 星期五揭曉 月新聞 綜合報導 週一至週五晚上6點 全新改版宅男的世界 我們下週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